迪龙庆祝父亲节,祖孙三代同框长相太相似,41岁儿子已成TVB师弟。 据港媒报道,TVB男星谭俊燕即将出外工作,故提早与爸爸迪龙以及子女吃饭庆祝父亲节。 曝光的合影中,迪龙祖孙三代罕见同框,迪龙让孙子坐在自己大腿上, 谭俊燕则一边抱着女儿,一边搂着爸爸,一家四口紧紧地靠在一块,笑容灿烂,画面温馨。 迪龙的基因真的很强大,不管是儿子谭俊燕,还是两个呆萌可爱的孙子孙女,都跟他长相相似。 迪龙穿着红色衣服,打扮喜庆。 已经75岁的他,岁月在身上留下了很多痕迹,发际线厚移,皮肤松弛,但精神异异,状态还可以。 41岁的儿子谭俊燕穿着绿色衣服出镜,他也是一名演员。 近年加入了TVB,才开始为人所熟知。 备受高层重视的他,演出邀约不断。 年初,他凭借着《幻命真相》中的演出,击败马国明、郑嘉颖、陈展鹏等实力派,勇夺TVB世帝的奖项。 事业逐渐走上轨道的他,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美满。 他与内地姑娘任芷妍在2015年结婚,婚后生了一对子女。 此前,他回内地工作半年,与妻子分隔两地,他坦言那段时间真的很不习惯很闷,不用工作的时候,他几乎24小时开着视频跟妻子通话,靠科技弥补相隔千里的障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